是名利场,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,有些人因为演戏,有些人因为兄弟情并没有那么的势力。 今天我们就说一下在娱乐军中比亲兄弟还亲的好兄弟,最后一位曾经为了胡歌一年没有演戏,到底是谁呢? 我们一起看看谢平峰和陈一迅,这是一组最搞笑的兄弟,我们都知道陈一迅是神经质的那种, 谢平峰是闷闷的那种,就这样两人的关系却非常的亲密,谢平峰多次出现在陈一迅的演唱会上, 可见两人关系不同一般,王思松和林更新这个不用多说,林更新的电影上映,万大的头像全部换成林更新, 就可以看出他们两人的关系了。 周杰伦和刘公宏 在很多场合刘公宏一直计周杰伦发声,对了周杰伦和圈内很多人的关系都不好, 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们两人的关系了。 胡歌和袁洪,在胡歌因为车祸受伤的这一年里, 袁洪不离不戏推掉很多的戏,只会陪在胡歌身边, 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两人的关系,相信很多亲兄弟也未必能做成这样。 其实人与人就是这样,即使没有血缘关系, 只要真心对待别人,总会换来同等或者更好。